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的话 他的 弓箭的话是非常弱的 他的弓箭的远防跟 远防跟远攻 都少一啊 然后还没有强弩 所以刚好不列颜 射程是全满的 防御也是满的 然后射程就是最远 然后对上赛尔特是全赤裔帝国里面弓箭文明 相对悲剧的一个文明 如果不含 西班牙能不能生弩兵这件事情 来说的话赛尔特来说以 升级的弩兵来说他是最废的 一个我觉得 所以一个弓箭文明相当惨的 一个种族要怎么 打不列颠这就是一个非常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那就来看一下这场开局 大家的位置好了 看一下在不列颠 因为不列颠他有 绵羊的采集速度增加 所以他这边五支 其实就蛮够他的肉 carb不会断存 他的绵羊采集速度是 增加25% 夭壮金的那种 非常的快 那这边羊都已经找到了 看一下 那这边路 也看到了 那这边路就开始赶了 看一下赛尔特 那因为赛尔特这边是步兵文明嘛 那不列颠是工兵文明的关系 所以赛尔特他其实在封建时代开始 步兵中数字加15% 是相当快的 所以通常 赛尔特打黑块的 几率很高 黑块然后封建直接上装甲步兵 然后有一些可能会装甲塔 但高端场装甲塔其实不常见 因为不常见于是因为太容易守住 然后经济又太伤 所以造成 高端场的装甲塔 其实非常少见的一件事情 即使他的步兵 在封建时代 超级强 那也不一定能做到太大的事情 那来看一下 这边不列颠也下了一个军营 那路已经赶到第二支了 两边也是赶了第二头路 这种高端对局 他们赶入的实际 我觉得相当厉害 因为你要在适当的timing点 去把这些路赶回来 然后还要把地图稍微探过一下 我觉得 新手们跟高端们的差别 差距是在 如果在前期把图探得漂亮 然后又可以把路赶好这件事情 光是把地图探好这件事情 就对新手来说是花非常需要大的精力 看一下 那三支路都赶完了 那大象也吃了最后一头 那两边都是探一个圆形地图的视野 那探完路赶完之后 那赛尔特这边少赶一支 那就直接出去探土了 因为这边赛尔特少赶一支路 是因为他要打黑暗快攻的关系 应该不算是黑快 应该是风快 结果是捕猎尖这边先黑快 完全预测错误 那赛尔特这边到底会不会来个封界 步兵快攻呢 看起来好像也不会了 连兵营这时候也还没下 这边是一个20匹 可能会打肉嘛 结果不列颠也是打黑快 因为不列颠肉采集速度算快的 因为绵羊吃增加15%的采集速度 所以打黑快也是没毛病 那就要来看一下不列颠这边 只有两支棒棒加上赤猴 看能不能做到一些骚扰 那如果要骚扰的话那赤猴也要一起过来 才知道我就知道了 哇 刚刚卡到 完美 热血开尻 哇 直接减1 酷酷喔 十八村 好 那 感觉赚到一村 不论这边竟有点满足的样子 就没有再继续看后面的图 后面还有伐木场 他应该还不知道 这边看起来他觉得这里只有伐木 这里他并没有看到 所以他就没有继续往后看 他的果实在这里 看他不列颠的视野目前已知 哇 直接一个关厕所 赛尔特直接来盖房子跟木屋 然后就把他关起来了 直接俊养三只 啊 当不列颠发现的时候来不及了 门都已经盖好了 太尴尬了 这真的是有点尴尬 这边赛尔特应该上封建 就会直接出小弓 来做防守 然后顺便把这里的兵全部射死 看一下 那我们不列颠的话 已经要上了封建时代 赛尔特这边还 已经上了 已经上了封建时代 那这边提早按了一个 伐木 那应该就是要打封建了 那不列颠这边的话 很有可能 是想要打一个封建防守的样子 原来他觉得对面打一个20匹肉马 所以有可能 会被烧了 所以这边都已经先稍微围起来 结果赛尔特打的不是小弓 也不是装甲铺兵 他打的是一个20匹的肉马快弓 第一只射手术好了 看一下赛尔特的视野 也稍微把不列颠这边的 所有的资源点的点位 都探了一下 都发现都围得差不多了 然后看到射箭场 那这边赛尔特 可能会在下一个射箭场 拿来解决这些 或者是直接 放他出来 然后用刺头打 但这个可能性比较低一点 因为毕竟刺头跟他硬换 民兵打起来也是稍微有点伤害 他也只是比刺头少一弓而已 然后装甲还多40 看一下 这边选择在 金矿这边下一个瞭望塔 做一个防守 让他的金在前面 比较危险一点 用后面石头在后面相对舒服一点 但是赛尔特前期 石头其实效益 没有太看重 所以这个如果金跟石头 调换位置的话 会相当舒服 看一下他这边 因为赛尔特很烧的东西 哇这边直接一个 走到人家 TC面前 散步的概念 哇 吃了一些箭矢 但还行 因为赛尔本身 远防就有二了 那他带TC的村民其实也没说非常多 才九个而已 那这边的话 赛尔特用主动拳 那就要看这边 赛尔特会不会想要去解决这个 果然有下了射箭场 应该是要来把这边的兵 给解决掉了 那现在村民来到27比27 那赛尔特这边有被杀掉一寸 所以实质上 如果我们被杀掉应该是28寸 那普列典这边应该是有小小断寸一下 欸 结果赛尔特还反超28只 那其实在这种 对决里来说 高手之间的一寸 我觉得差距就有点大 而且又是在黑暗时代被杀掉了 那个致命雷加的实物就差蛮多的 那就好险 普列典这边有杀到一寸 比较平衡一下战局的部分 看一下 这边赤猴打房子打得很快 因为封建时代 副甲是-1的 那黑暗时代的房屋副甲是-2 那这样靠的话 就是靠一下就是-4D的概念 欸没有是-6D喔 相当拓喔 那这边-4只小弓加1只戳戳 一个前压 再找破口打 看这边已经都围好了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3 钻进去 这边弓箭少了 能射死这一村吗 很关键 没有-4D没有-4D 不要下来好吗 那这边-4D这个-4D 策略实在是蛮成功的-4D 哇-4D 这边戳戳两只都掉的话 那赤猴可以回来直接了解 或是不回去也可以 因为基本上战矛就是 已经玩客这个配兵了 戳戳跟小弓的配兵 那应该赤猴会在他们家继续绕 找一个机会抓村民 那伯列典奇这边防水也算不错 那长枪用已经准备好了 这边也为死 也没有入口也可以让他进去 烧到这边墨石 那这边 战矛可能在找那边 下面刚才拖射的弓箭手 诶诶诶 这一只伐木弓被尻到了一下 减了3D 竟然一个隔三打牛 刚刚尻到了一下 那这边开始输出 尝试把这边的民兵跟赤猴解掉 看一下 那小弓一直在逃难 那这边赤猴跟战矛还在找 完全没有头绪 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那时候 伯列典聪明一直往下跑 来看一下村民树 村民树现在是37村 然后 伯列典是34村 差了三村 这应该就是基本共差距 会断村断到这么严重的 野蛮 在这种高端场其实算蛮少见的 而且也没有太多打斗的情况下 会断村断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少见的 那这边因为赛尔特没有断村 然后经济也够好的关系 已经先帅先上了城堡石弹 那这边一出来的话 看会不会一波BK投石车前压 加上帧鱼的一个反制 这边出了一些战矛防守 因为两边都不是要打封建 的关系 所以其实 冰都没有出太多 这边 中午要丢死了地 哦呦 差一点就钻进去了 哇这两只手很可惜 这个防止 再玩个一秒的话 这个就钻进去了 那这边全部 可能会死大概两三只 的战矛 才可以吹到tc这边 这边射箭场下了第二个 哦那封建时代他下了两个射箭场 那就不是打BK咯 哇还下到三个 也有可能打奴兵 但这边值得注意是 其实赛尔特他也是可以打马攻的 因为他是有重装马攻存在的 只是没有安息人战术 有点可惜 但只限于 城堡时代的 一个马攻打法 但我觉得 应该不会打到马攻吧 因为马攻其实 也没到很优势 而且马攻其实 在打赛尔特的时候 也是蛮贵的 可是你们要想 赛尔特他是一个 伐木有加成的一个 文明 那他这样子打的话 很有可能 打奴兵 或是马攻都有可能 诶 他真的点马攻诶 这边不列阶 如果再继续出奴兵的话 其实是有点屌康 马攻的 可是赛尔特这边 我记得他是没有拇指环的 他这样打起来马攻 好像也不会特别强 因为他只有重装马攻而已 就来看一下他这边操作 可能赛尔特这边 是想要抓一个捕猎点 弓兵 射速慢 然后机动性差的一个缺点 想用打一个机动性高一点的 远攻单位 这边有点无聊 在那边残害小动物 可怜啦 好在这边看战毛六只 卡攻有六只了 我这边射箭场吓到四个 这个赛尔特已经 脱离了场里 来到了四个射箭场 因为其实赛尔特大部分看到的 玩法都是那种 BK前压 针头 戳戳 防守的打法 那他是来一个马攻的一个对决 可能是他有针对 不列阶有尝试过这样的打法 可能他觉得这样子打 会比较好打一点 那这边遗迹的部分 目前两边好像没有要做争夺的意思 因为这边射箭场下四个 木材其实蛮吃紧的 那黄金也是蛮多人在挖的 那这边要准备一下弹道学 看一下不列颠的部分 不列颠的村民现在是四三村 然后现在是双TC 3TC了 那 塞尔维尔 塞尔特人 只有 有 3TC 他这个算长兵吗 可是其实不列颠是有看到的 他有四个射箭场 他是有看到的 那 普列颠 那普列颠 这边却没有继续再残他的弓兵 现在在主力把3TC正常 淫运之后 才有可能再出兵的概念 所以这边村民宿 可能会拉得非常开 因为现在是单TC 打3TC 所以就要看这边马公能不能做到一些烧了 哇 村民宿来到快差了10只了 所以他不敢去烧了的话 这个经济会越拉越开 这边 真驴有在 开始去 R1基了 看一下 好 这边马公 来到这边金矿的部分 想要做一波 骚扰木区的动作 那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往这边走了一下 可能还在等个时机 在等弹道学好的样子 弹道学快好了 完成之后应该就可以骚扰 那这边 战毛在那边做防守 一个高地防守 避免工兵从上面滴下来 这边下面其实相对是很安全 他们高手之间的控土器 都已经先想好要怎么打 哎呦 只杀到一只吗 两只 完美 弹道学 这边工兵早就已经想好了 他知道这边是一个错口 普列典已经完美预测敌方位置 那这边村民回来之后都在发呆 好我们应该下一个防守场 那看一下村民宿 已经来了 差了16只了 不止了 18只了 快差了20只了 这边马公利用他的机动性 来抓到这边落单的奴兵 好那应该这边塞尔赫就是要利用这个点了 但其实塞尔赫打马公 我还是觉得蛮虧的 因为毕竟他 也没有太多的骑兵科技 连协同也没有 他只有加跑速的马的技术而已 也没有拇指环 所以攻速来说 其实跟普列典的 奴兵是差不多的 虽然马公还是快了一点 攻速来说的话 哇这边马公直接全吃了 真不愧是单TC 强军式的塞尔 塞尔 这个叫什么 塞尔特人 哇他这边四个 哇 他还 他还不满意耶 出到第5个12件场 那这边普列典可能 会有点难打 这边马公给的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那边塞尔 塞尔特人这边 已经来到了2TC 3TC 喔3TC的这场浓 但村民宿已经拉到了 差距20只了 在这种情况下 在后面来追赶 好像也是还可以啦 因为毕竟现在他有地图的掌控权 军式也是比这边 不列典存浓的好一点 那这边 不列典好像 没有要出战毛反击的样子 可是选择了一个围死的一个打法 原本把这边围死之后 他就不好 进攻了 那这边可能要再围一下 不然这个木杂 这个木墙可能被射几下就爆开了 很危险了 好那这边拿了两个遗迹 挺舒服的 第三个遗迹 有没有在拿呢 目前只有在探而已 看一下这边 哇这边杀了三只村民 人口来到了差距十只而已喔 这边 开始把经济补回来了 利用马公机动器 让不列典感受到 无比巨大的压力 原本不列典的玩家我们都知道 其实不列典最诟病的 就是他的机动器能力不足 原本不列典你打 骑士的话没有血桶 那他其实是很不舒服 因为血是少一点的 两边都是没有血桶 都是只有爬速的 所以就会变成说 这边的马就有点 重训不足的概念喔 哎呦 这边有点危险喔 这边38只马公 但是 是 不列典这边 弓兵是有加成的 5加3 的射程 射程 射程是8 哇这边高地 让这边不列典非常不舒服啊 马公在这边骚扰 其实蛮 受不了的 哇但是这边不列典这个甩弓 很精美啊 直接甩掉了三只 这边一个村民被抓掉了 那这边马公持续带出 一直在给军皇帝 哦这边中一下了DK 这工程器制造所为一个前压 这就是标准的 塞尔特人的玩法啊 那村民树来到了 磁品了 74对73 基本上是磁品的动态 因为这边 不列典已经率先上了帝王时代 所以村民树稍微有点被追上的感觉 那看一下 塞尔特人这边离上帝王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边 城堡 可以盖洞城堡了 但是他的资源 其实不太够让他上到帝王时代 那这边城堡就不可能前压了 因为他看到对面的兵 都是奴兵的状况下 他也不会轻轻的把城堡塞在前线 因为如果他知道他这样做的话 很有可能 因为对方先上帝王 然后 重头 远头就会出来 就会很轻易的把他前线压的城堡拆掉 所以塞尔特应该也是知道这一点 看对方的填其实蛮多的 应该是上帝王 然后这时候不列典现在才开始挖石头 应该是上帝王才要插第一根堡 那这边只靠这些奴兵能守得住吗 投死车给的压力也是蛮大 但投死车的攻击距只有7 被点掉了 那这个奴兵是8 射成多一格的攻击 轻松换掉了投死车 这边在比控兵了 在这边塞尔特 呃 居然不是出冲车我有点意外 他出冲车的话其实蛮舒服的 出个两台 直接往里面点 拿弓压上来直接把弩兵吃掉 还说不定点得掉提醒了 出投死车感觉 有点在送 我觉得有点在送 因为他毕竟都已经二攻二防的远防都升好了 他不如打一个城堡快攻 上打一个帝王 他是帝王出席的一个空档 那这边如果出头之后 应该就没救了 应该就是会在等 应该自己上帝王之后才会再 让他继续决战了 因为这边帝王已经上了段时间 武兵也出来了 强武也出来了 花雪待会应该也抓到点了 那这边城堡也是盖在自己家里 那一个盖在敌人家里 那这边完全没有看到他在盖 完全没有事 也不知道这边有城堡在继续盖 看一下这边马弓 在下面绕 在找敌人的探索部队 想要把这一块区域拿下来 城堡放这个位置 蛮不错的高地 那这边 目前 三防还没有点 龙兵一个前鸭 好 我觉得不列天 虽然他像是帝王时代 有着强奴这样子打 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 他这样打 虽然可以给敌人巨大的压力 也是没错 但是我觉得赛尔特这边 防水席做得不错 正面上真的没什么可以打 所以右边 但右边他没有探到 城堡这边 他也不用正面反击 哦 这边送的有点多啊 哇 死了六只强奴兵 这边抓到一个盖TC的 哇 死了大概五穿左右 这边 这边很尴尬 这边能不能会合 好 会合 战士队 上四十只的 马弓 继续利用他的机动器 继续做骚扰 不要让他打正面 不然这个 会一直被他射成白嫖 会有点危险 那这边赛尔特还有城堡在上面 做一个 小小的骚扰 那这边 我这边到了 帝王时代才按了手推车 这经济待会再会更好一点 但为什么他这边没有在挖金框 他这边金框是干掉的 他被锁金的样子 是不是 对他金框都在前面 暗雕青瓜这一个 这边又有城堡 稍微被锁了一下 所以现在其实这边 五月间是有点地压式的 哇这个直接印上了吗 不是吧 二十八只 打上 三十几只的马弓 哇一个滴滴打高地 能射完吗 好像可以喔 因为马弓的攻速比较快喔 欸这其实差不多啊 哇被换光了 哇虽然马弓 没有血统 血量少了一点 但居然 射赢了强奴兵 杀新了我的三关 但是这好像也不是高地打低地欸 好像是 持品的地区这样子 所以伤害并没有差太多 好这边城堡 直接一个对立 一堡对两堡 直接一个防守 但是他这边上帝王线 没有先盖远头 我觉得蛮意外的 可能是因为 金矿被封的关系吧 所以造成他现在 还出了这么 第一台远头 强奴全部死光的情况下 这边马弓还在继续输吗 看起来是 还在输的 好这边有在屯兵 这边有一个 三支小小部队的骚扰 那看一下村民宿 来到了120人 对108人 那起到第五时 在村民宿插十一支 其实差距也没到那么大了 基本上该点科技也点得差不多了 四十几分钟 武力线应该是差不多了 但是其实在这种高端场来说 村民宿还是会继续按 按到200批人口为止 来看一下 在这边 哇这个一个 木墙跟房子 让这个弓并没法直接走进来 这塞尔特人也是 看着非常的 有想法 好看一下 这边的城堡对峙 能不能打出一个破口出来 这个冲撤应该是要来吸城堡的伤害 还有马供伤害 那奴兵这边可能数量有点少 遇到马供可能还是有点难打 哇这边马供数量有点太夸张了吧 直接来到53只甚至60只了 直接一整队了 一整队的马供 好巨量啊 看一下 这边 不列颠 反倒是他这边还不到30只呢 好 让冰6点一倍的差距的感觉 但是塞尔特这边的控斧 相对比不列颠好了很多 他有把该挖的矿都先固好 然后先率先到外面挖 因为他也知道不列颠的机动性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还是会去外面做一个尝试挖掘矿物的动作 看一下城堡 三只 远头 对上三只远头 那我觉得塞尔特会 先塞尔特的攻击速度加25% 但是这会投到吗 我很可惜都完全打歪了这个远头 我差一滴被修回来 哇爆了一台 哇第四台远头出来了 现在远头数量是四台打两台 但是这个冲车很危险 然后冲车被顶到一下 这个远头血量会掉很快哦 马公这边上来 强弩在那边输出 疯狂的把马射 哇差点顶掉一台 但是没有顶掉很可惜 直接被马公射烂了 他们这边两台远头 还在预备城堡输 但是好像拿不下来 数量太少了 但是这个冲车能不能再一下 哇没有 哇又被塞尔特会修回来 这四台远头 攻击速度加 25%吧印象中 看一下 哇没错 攻准武器加25%的速度 直接投掉两台远头 还在继续输出 哇哇好准 三发直接投烂 哇这边不列颠 远头直接被投烂三台 那这边马公直接上 还有50-60的马公 直接印上这边30只的强弩 哇 直接闪射 射烂 太无情了 真的是太无情 好那这边就是 塞尔特的天下了 远头狂丢 马公继续出 这边还被重装了 大学也上了 但是由于他没有三级射 跟三级远防的关系 所以他最强强化已经就到这里 他不能再抢了 他的马公 所以这边会有点尴尬 如果不列颠这边 转出了战毛 这边被插的时候 会被插得很痛 射程跟战毛是一样的 但如果只出战毛的话 这个远头也是蛮难解 那现在 塞尔特这边的压力是 超级巨大的 那这边 好像不列颠出现了一点 经济的调配的问题 好这边开始转出战毛了 但是木头非常缺大量 然后21寸都在发呆 都在对这个石头 深情对望 不知道在干嘛 有点危险 45寸在这里 哇这个马公又是一走过来 很危险啊 虽然这里有神宝 好这边直接来夺金 哇不得不说这个 塞尔特人的 控图欲望真是蛮强的 这边石头也挖完 这边黄金也在挖了 也快挖完了 哇 他对黄金的 渴望非常的 非常的 渴望 嗯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5加3 射成8 对上4加2 射成6 所以其实是战毛比较长的意思 多两个 但是这边 普列天蛮尷尬的 三级远房还没有升 所以那次战毛被射的时候 还是蛮痛苦的 好这边远头 开始输出 第二座城堡 哇那这边普列天 会不会GG呢 哇 这有点难守 强奴只有9只 家里战毛也只有几只 短短在守 城堡又快掉了 但是这个冲车 直接挺掉三台远头 好猛啊 哇 但是强奴 剩下7只 刚刚有躲到城堡里面躲一下 这边稍微射一下 看会不会射掉 看来有点困难 哇 这个冲车立大功了 战毛 直接拉了一排出来 有一队马弓钻了进来 那这边战毛去营救 应该家里也会被闹得有点不太开心 但是下面其实组织员也是在挖 应该是还行 这边金矿也被对手挖了 现在普列天是完全断肩的状态 只能靠移基带铲红金而已 这边终于把这个城堡打掉 可以把这边的红金给夺回来了 那基本上 不列天这边只吃了一块 大金跟小金而已 那他的副金这一块 有一半也被吃走了 可能没有到一半吧 三分之一被吃走 哇他这边其实很穷的 因为赛尔特这边把中间的地图金 基本上都吃完了 所以赛尔特这边是在用一个 黄金兵瘋狂对不列天瘋狂出速的一个 打法 那这边村民宿 来到一对一二五 不列天这边还是持续的在造村民 因为就是像刚刚说的 高端场的玩家们 还是会一直习惯按村民 按到两百匹为止 那这边还有二十八人 在缩冰 因为这边有一些奇兵在闹 马蜂奇兵在闹 那这边 哇塞你们看赛尔特这边 又列个城堡在挖他外面的野金啊 跟野石 哇塞 他在控图欲望真的是太猛了 他应该是我看过里面 控图 控的算是很精湛的一个玩家 这个赛尔特 他这边冲车 会不会顶到呢 这边盖了一个城门做防守 但好像直接发现用村民去尻可能比较快 然后先把这个场景尻掉 尻掉了一台没问题 那还有一台 这个冲车直接顶上来了 能不能把这个远头 给顶掉呢 赛一下 来得及吗 来不及 哎呀很可惜啊 那这边远头两个还在输出 倒了 来不及 这边是 城堡对决是赛尔特 这边赢了 但是这边马弓 哇靠 这个马弓死了多少只啊 二三十只只有了吧 哇他一整堆的马弓直接被吃掉了 直接被战毛 叼唤 就算高地打滴滴的战毛也是打不赢 这就可以出现出赛尔特人的马弓的劣势了 这就看一下这边赛尔特要转统兵来对付敌人战毛了 这边应该直接出肉马尻尻会比较舒服一点 但肉马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是赛尔特人也没有三级马卡的关系 所以他被射的时候也是会很痛 他马卡只有二级 大概有三攻 那这边再升了马卡 OK 二级马卡升好了 那应该就是准备要爆出肉马了 哇 直接下十个马就 那加了一田应该会开始防洒油了 这边田开始从木头转出了农田 木材来到六千多啊 太有木材了 那这边顺利的把石头跟金都抢回来 都已经被挖了一半了 有点可惜 那这边应该会继续下田 那因为这边已经没有法靠马工处理这些战毛 这边要赶快把田撒出来 才会比较好打这边战毛跟强奴的搭配 但数量一多还是应该打得硬 因为对面黄金基本上也被他挖得差不多了 黄金数量很少 不太能够再爆出一大堆强母 还没就看不烈点怎么进攻 哇这边打得有来有往 非常不容易 哇这边还有个骚扰 好这边只要坚守这两台远头 就可以慢慢的往前堆 但是赛尔特这边早都已经准备好了 二房 OK 但是二弓还没有 哇农天来到了71片铁了 相当大量铁 但是食物依旧够 来看一下这边 马冲了出来22只 但这边强奴可能只有不到10只的数量 大概98只而已 后面一个马弓夹击 但还是有点危险 我觉得马弓可以不用过去 没关系直接靠肉马 让他抛就好了 OK OK 那没问题 这边肉马直接解掉了 这边战毛跟强奴搭配 这边马弓在烧了 这边收村 这边 刚刚有一波交战 都伤了 这边肉马转出来了 那别连这边可能要赶快转 戳戳戳戳 这边肉马 死马就爆马 很凶的啊 这你的工兵可能会受不了啊 直接用肉马来跟你换黄金兵 还是蛮伤的 建议真的不要啊 那强奴还算是不错 伤害打肉马还是蛮够 但是他这边已经抓准了 不列间的一个 射速的缺点 虽然他有射程优势5加5 可以媲美 白嫖城堡 但他这边因为没有研发 研发射程的关系 不然他应该还会更远一点 这边肉马一直在上 射程好像蛮研发的 怎么会是5加5的 应该还会更高一点 我们的印象都 看一下我们的研发 城堡时代的金冠 看起来好像没有 看起来是没有研发 金冠队也没有研发 反正不列间这个5加5 射程 可能会有点不太舒服 毕竟少一射程也是 差蛮多的 能射到的东西 跟激活的能力 就会稍微被弱化一点 但问题不大 他每一个 他从神宝时代开始 就射程加1 已经额外再加2了 就来看一下 他这边不生有 的关系是因为 苦烈也很穷啊 他已经没人挖黄金 挖黄金都被对方挖完了 好这边再研发了 好这边银罐 那这边研发下去 就变成5加6 11射程 看一下进化的一瞬间 5加6完美 强弩 如果是长弓兵的情况下 会变成 5加7 射程12 可以直接白嫖对方城堡 这边5加6也是够用了 虽然应该 现在也不会有人 想要拿弓箭去白嫖对方城堡 有个不划算的 来看一下这边肉吧 哇塞 很巨量啊 但是这边一样就是残 不见残废的肉嘛 没有血统 那攻击力跟远防 都是少一个三级的 那攻击就是7加2跟2加2 是这样子的 他的骑兵最强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边骚扰 还算是不错的 有做又不是骚扰的样子 有做防守 好这边 看一下 工兵 占高地 但是肉马数量太多 50几只 那这边的工兵大约只有3-4只 那这边后面还有马公会输出 那这边正面的话 可能是挡不住了 因为没有说错的话 强奴兵的射速是相当慢的 狐狸间的诟病 只有射程没有攻速 直接被表吃一波 可怜啊 可怜啊 真的是可怜啊 好 然后 这边算了 这人没有要停肉马的意思啊 我完美肉马杀了 很舒服的 这边你再不转出 错错你真的要出事啊 不烈爹 有这次研发了 重装好了 板甲也点了 但是依然没有黄金 这边兵营可能赶快下了 我们可以炸了 3个 兵营而已 4个 现在总共4个兵营 拿马就 41个 这边刚才暂时还是用肉马来挡一下 但是他这边肉马很尴尬 没有上了三攻 但三防却有上 但是他这边血量是比他的 匈牙利息疾病少了 整整15滴血 差15滴血 差15滴血 差蛮多的 但是没用办法 因为 打到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没黄金了 这边肉马杀了一整坨 这村民大概死了9村左右 这边骚扰也是不断的 双面进攻 然后这边戳戳赶快出来 这两边打得很激烈 两边打得都没黄金了 边12只马 去追青旗兵 那这边的部分 看到这边青旗兵 可能是要直奔对手的领地了 没有要在家做防守了 家里只靠戳戳跟弩兵 跟城堡做一个密集防守 因为对方也没有远头了 也没有黄金了 两边都是垃圾兵不打 那这边强奴可能不能送掉啊 可能赶快躲在城堡里面 哇 又死了 死了幾只 一只两只 两只而已 还行喔 死两只 但大部分走进去了 把在这边漏马肆虐 这边可能要 赶快转出更多的绰绰 五个军营在铲 应该还行 但这边下面也开始在做骚扰了 看一下这边互相骚扰 能不能做到一些 晶晶逆转的事情喔 看一下 喔 喔 这个真的是 夭壽 我直接戳烂 五十几只肉马 但被戳没了 因为他刚刚在那边一直在操作的关系 所以其实骑兵没有做到太多攻击 然后让长枪兵有更多的攻击时间 然后城堡山满人的关系 所以射的那些肉马其实也是蛮痛的 便只要驻扎的兵越多 他的攻击伤害就越高 现在是十一加四十一之箭矢 额外再加十一之箭矢 相当多 下面这边算是一个想要偷存 冲车拆城堡 但好像被抓包的样子喔 他这边骑兵冲过来 可能想要做一点 骚扰 喔 这时候看到了 这里有个BK 但这边应该单独骚扰的 我刚好看到而已 那这边清骑兵也在里面做骚扰 上面这边看到有肉马冲进来了 蠻大量的 这边村民可能要遭殃了 又要再受损一次 哇那这边两边都在多线进攻 这边肉马直接撞TC送掉 正面来说的话 哇这边大量的戳戳 直接硬戳啊 马公后面输出射长枪兵 但有点可惜没有安息人战术喔 对长枪兵没有造成而外伤害 再多那两点伤害喔 基本上他对长枪兵还是有伤害的 还行啊 但还是可惜阿 马公没有把他变成这一强 好看一下这边的交换 其实两边都没受到太多伤害 村民数依然不变 两边经济都非常惨 我觉得不列颠可能更惨一点 这边 赛尔特这边已经 这个马就已经排成 排到毁天灭地了 这边赛尔特的目标很明确 是用肉马淹死你 但不列颠这边防守也是不堪示弱的 非常好的一个防守方式 戳戳放在家里 然后清奇兵也出 做一个追赶对方肉马的一个打法 这边可能要赶快转出 集兵会比较好 三弓也赶快上 这样正面的话就比较好打对面的肉马 这样也对 对肉马伤害也会在外省下 会比较舒服一点 上面这边十号楼又再来了 十六只肉马 这边好像因为没有黄金的关系 然后做停摆了 没有要做继续的 身冲车的动作了 因为这边两边被烧的关系造成 不列颠这边要一直按村民 去补被烧掉村民的数量 这边是不是有可能 打到非常大后起来 感觉两边都没有办法去出一个黄金兵 去做一个决定性的压制了 这边出远头也没办法 因为这边出远头的话也被戳烂 也有可能 要先把下面的地方先 毒一毒会比较好打 这边一直在打正中心地点 其实对塞尔特没有说相当努力 然后这边这个城堡 再说防守 这边下得非常快 这个城门 但是 不列颜稍微有点优势 他这边马凯有三几个 关系 所以他的马 还蛮能扛箭死的 跟塞尔特的相较比起来 多了两点还是不错的 这边城门应该是不会被捅破 虽然他有加25%的攻击速度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吧 没问题 OK OK 这边肉马来到了三十四十字的正面部队 那这边有一堆戳戳 我直接互戳 五只戳戳对上六只肉马 但是是敌地打高地 高地是肉马 那这样子 戳戳应该没办法戳完 果然 那边正面已经开打 正面也是 送掉了 哇这边我觉得他控制不太好 这边奴兵又全送掉了 结果只把戳戳拉走 OK那这边其实戳戳还是可以的 那这边藏宝一样在输出 对这个肉马的打击伤害也是非常痛的啊 哇那是塞尔特这边再去送下去 可能会不太妙喔 非常难打 这边黄金都用在了冲车上 而不是用在远头上 他这边戳戳应该要斬出战锚来丢 这更好一点 塞尔特这边 一直用肉马去换 长枪兵其实也是蛮伤的 虽然他这边肉马 还有再补一点补到十几只 但还是偏难打一点 兵器人家的重装长枪兵是释放的 他这边骚扰也杀了蛮多村民 所以两边一直疯狂的来按村民 但塞尔特这边可能是因为经济夸到苦解的关系 村民又再补了一些 攻势反正减弱了一点 现在他的上限人口是200匹 哇两边的杀敌人数来到700对于800 应该不要打到破千了吧 感觉短期之内还不会决胜负喔 那这样的话 这就要看谁可以先转出黄金兵种 去做一个突破打击喔 那我们这边加速好了 应该这两边应该就是在户犯而已 那这边肉马硬上 看一下肉马这边直接硬上 能不能打出一个破口 但很困难 虽然肉马的数量非常多 但是这边的戳戳给的输出也是蛮大的 后面还有城堡在输出 而且这边是出兵口 其实换下来也没有到非常优势喔 哇非常尴尬 这边戳戳不知道在干嘛在逛街 在巡魔 但是这边靠这座城堡又有手下来了 哇这两边 各种决战正面应上 等一下喔 把对方的心态打到崩掉 但是红色这边完全不屈不老 黄金又存到400块了 那这边可能是要直接上大戳戳了 要存600块 但我怎么觉得直接先上3攻比较好 他现在是没有黄金上3攻 喔3攻已经上了 7加4 OK这边也是7加4 两边都7加4 那这边黄金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要收大戳戳了 这边开始囤一些奴炮出来咯 我觉得可以咯 奴炮的话 不管打马还是打戳戳 都伤害都是蛮高的 因为是17攻 这边有一对戳戳狗进来 可能想来戳这边的村民 但是这边有个箭塔 防守效果还不错 一直在射 然后村民还可以进去躲 像这边 然后这边也在戳 然后这边直接杀了进来 但应该也做不到太多事情 因为这边戳戳数量其实很多 18只被漏买 基本上都送的差不多了 这边要打一个奴炮阵地战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点亏啊 因为独猎炎城堡 是用远攻加城的 射程特别的吧 8加3 比他城堡多了一个射程 好 那这边他能保护好 不然 这个阵地战 对他来说相当不利 他这边已经有升级了 变重型奴炮 这边 这边变成大型戳戳了 戳戳升级完了 戳掉蛮多农田的采集时间 让他收村就赚到了 看一下这边 这面戳戳能不能打出破口呢 但是这边戳戳已经变成最强了 三级防三级弓 6加4 0加3的防御 那还有0加4的远程防御力 那这边基本上只要农村就戳戳加7起兵 应该就可以了解他这个阵型了 没问题 他这边戳戳狂暗 然后肉马也是狂暗 支援用镜 151只村民 应该没问题了 我就会不列电文了 他这个配備没问题 那这边就要看赛尔特这边可不可以利用这个窄口 利用弩炮直线输出打掉大量的戳戳 如果我们要打掉大量戳戳的话 那就很危险 但是戳戳实在太强了 兩下捅死一只肉马 哇靠住伤害 直接捅了一刀一半的血量 哇这边马攻全死 哇 哇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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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戳戳真的很痛 哇这个奴兵 这个奴炮直接被肉马加粗给 屌尸 本来远头要出来做事的 但是发现正面打不易 远头要开始撤退了 哇塞 两边打了一个小时又26分钟了 没想到这场比赛这么久 我们加速时间看一下 看一下后面他们怎么打 那打到后期应该是两边都没有木头的情况下 才会结束这场比赛 那这边就是 瘋狂肉马去交换 那这边戳戳应该 没意外的话 赛尔特这边可能用少量黄金转出 剑勇去打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剑勇的话打肉马跟戳戳都是伤害蛮高的 那他现在要转出战毛的话 可能也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转出战毛 肉马也打不太赢 所以这边应该是会一个是 肉马转剑勇的部分来打 赛尔特这边 会比较好 好手一点 不然他这边一直被烧了也没办法 戳戳进来也打不赢 那这边 这边出了冲车 想慢慢撞进去这样子 那这边肉马其实数量是蛮多的 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死手 这里还有个宰狗 搭配TC 工增掉了很多的疾病 但右边的田其实被烧到非常不舒服 但其实就算被烧了 他的田的数量还是很 赛尔特人这边还是有 90片田 把他这边田也是铺的也是蛮夸张的 但是独裂田一直在往右边打 那就造成一个问题是说 右边虽然没有城堡 左边有城堡防守 所以他打右边也算是正确的 因为右边没有城堡的话 相对进攻来说会更好打一点 这边基本就是 战毛 不是 肉马加戳戳一个无情 送送流 哇 送掉了蛮多 这边也有戳戳在防守 哇 这边也打到这边来了 哇 一直烧 一直让他缩兵 只要让他一直收村的话 大家没踩农田 基本上 塞尔特这边的 攻势会越来越不弱 那这边有没有出双手剑兵 有有有看到双手剑兵 这里有几只双手剑兵 哦 真的转出了剑兵出来打 会比较好打一点了 应该 剑勇出来之后 会再更舒服一点 哦 这边大戳戳也上了 这边 塞尔特也戳戳也变了 那这边 塞尔特会比较优势一点 只要变成大戳戳的话 他还有额外的跑速 塞尔特是 四一粒我里面 跑速最快的步兵 我一定有 出剑勇跟戳戳之后 应该 可以守住这一波 这一波应该有问题 但这边木头也没有 他这边木头 家里也全没了 可能要到外面窑 他最近的木头 是在这边 很危险啊 这边没有城堡防御了 右边这边木头也挖完了 不列颠 所以最后的木头 是这两块了 那到底能不能 在木头挖完之前 决定这场比赛呢 好像会有机会 这边塞尔特知道 这边是他唯一的生存希望了 开始把兵往中间送了 这边剑勇跟戳戳的搭配 其实蛮痛的 那不列颠这边要转出一些战猫 可能会比较好打一点 因为战猫可以counter击兵 但是剑勇是没有要处理的 但数量力多 剑勇还是可以被丢的死 这边也出了一点奴兵 哇那这边 好像 塞尔特会很难受 因为塞尔特已经断木了 木头已经没有再挖了 基本上只剩六支 五支三支 这边要转出木头兵很困难 戳戳也很难出了 远头剩两台 又边被烧到无法生火治理 戳戳剩下 哇 全部的兵都积在这里 迫列颠也很了解 这边是他们唯一最后希望了 太尴尬了 塞尔特 木头 龟零 只能吃肉嘛 就是九片田 没有木头 就意味着没有食物 没有食物 那这场游戏 可能就来到了ending了 这里还有少数的木头可以挖 把他这边直接BK给他人家去家里 弓箭厂也是 把这边直接大量的兵守在这个高地 做一个高地木材防守 那可能绝阵将近了 木材也干了 就看一下 这边不列颠 如果打出一个破口 不列颠这边黄金还不错 肉马也很多 哇 他的排层也排到很多 目前是不列颠的一个大游 这两边从一开始打到现在 两边一直在互相交换 非常精彩喔 这一场 这两边不知道是存了什么东西 让不列颠有点畏惧 但应该他觉得不是投死车 应该都还行 就算他投死车好像也打得贏 应该不是重型投死车 被砸了下来不会全倒 那要打个两下直接 也要打得到 但是他这边选的是奴炮 但是不列颠还是有点戒心的 在高地上被投到的话 可能就不会这么痛 所以他一直返回高地做个防守 后面再做一个洛马 一个骚扰 我这边洛马死了很多 这里还有一些少数的剑勇 洛马继续到 两边也是都是 互相用洛马在骚扰对方家里 这场比赛就是骚扰大战 谁的垃圾最强谁就赢了 但是赛尔特的垃圾好像没有这么强 反正是不列颠的垃圾超级强 三攻三防 近战跟远防 全部都有三攻三防 所以以垃圾大战来说的话 不列颠这比大呦 反正是赛尔特这边 谁亏 没有三级射 也没有三级马凯 也没有三级远防 封建远防 所以他只能靠 工程器做一个反击 这边死一台 应该是赛尔特最后的希望吧 只要这个工程器 控得好 有机会逆转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有一个肉马 钻到里面去 想来拆这个工程器 但是发现这面 非常多的兵 肉马看到戳戳太多 直接掉头 奴炮这里输出非常舒服 哇 直接射死了十几只的疾兵 但这边肉马还是在硬扛啊 哇 瞬间从17只变成11只 死了6只 瞬间6只就没了 那这边两个剑勇 在那边互靠 但是被围殴了 还是有点痛 砍了大概7只 戳戳就死去了 那这边 疾兵很危险 肉马上来的话 可能会送掉 哇 直接喊出了GG 哇 最后是由我们不列颠拿下 这场游戏的胜利 看下最后 最后真是没办法 没有木头 只能出肉马 出肉马的话也挡不住 对方的戳戳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统计资料的部分 最后 两边杀了1500人到1778人 时间来到了1小时55分 我的天 真的是要打到兔啊这个 帝王时代35分 不得了 真的是不得了 两边的黄金产数是差不多的 村民数也是差不多的 两边都是按到200匹村民 吵一铁那种概念 OK 那这次比赛就到这啦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下订阅 那以后我会尽量的日更 喜欢的话也按个喜欢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